麒麟 中國傳說中的神獸 新增有致命武器 但不傷人俗 不踐踏昆蟲花草 故又稱為人獸 但為甚麼 為甚麼 沙田砌公廟在大年初二 發生一宗前高官遇襲案 前保安局局長、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 在典禮進行期間 突然被一隻麒麟撞開 事發後大批鄉議局成員 上前慰問 不過法蘇依然處變不經繼續移息 而葉劉亦都很快起翻身 事後麒麟依然在葉劉後面張牙舞爪 現場消息說暫時未有麒麟被捕 蘋果棟新聞在車公廟報道